因為疫情逐漸被控制 陸委會主委邱泰山宣布 基於活化兩岸的經濟往來 所以從即日起開放中國人士 來臺從事商務履約 或是跨國企業的內部調動 而對於中國祭出了農林二十二條 對臺政策 邱泰山是認為 這是對方的單方面思維 後疫情時代兩岸要春暖花開 陸委會主委邱泰山上任後的首場 記者會先拋出善意 即日起開放與中國的商業往來 並依情勢發展分階段 循序恢復交流 也將會同指揮中心評估 恢復中國人道探親等人員往來 從事商務履約以及跨國企業的內部調動 似乎可以評估 那經過總統跟院長的指示之下 那疫情指揮中心就洽各機關來延長 之後即日起 他就可以提出這樣的一個申請 隨著疫情逐漸受到控制 指揮中心動態調整儘管措施 邱泰山不只向對岸遞出橄欖枝 還提出三個呼籲 包括停止在台海周邊的軍事威脅 相互尊重務實對話解決問題 以及為開展交流做出相對的努力 而中國對臺灣鳳梨下禁令 又推農林二十二條措施 頗有統戰意味 邱泰山認為這是對方單方面思維 顯然你一開始的思維做法 是你自己單方面想要做 但是這樣的一個結果 顯然效果並不大 所以你才要又再加碼三十六 又要再加碼二十二 國安局長陳明通認為 農林二十二條不切實際 而根據陸委會統計 中國為了截取 臺灣的農業技術與經驗 一九九七年以來 總共批准建立十五個 兩岸農業合作實驗區 二十八個臺灣農民創業員 其中福建的六個創業員 引進台資將近十二億美元 年產值超過六十億人民幣 但農委會也提醒不能不小心 農委會副主委陳俊濟強調面對中國技術過去並不可怕 但技術跟品種一起過去造成系統性的流失 確實必須要重視 記者綜合報導 !